好 接著看第六場 第六場都是四班場合 再長一點路程 1800米的賽事 開飛的時候 最熱是雙折棍的 4.4倍 過關完之後 上去4.9倍 最後也是他大熱門 那時也是4.9倍 勇敢王者 過關飛 令他一度成為大熱門 5.2倍落去4.2倍 但開跑的時候 上去5倍 御風超影 最後就著了綠燈 落到11倍 智寶區開飛11倍 開跑也是11倍 第六場是四班千八 是3T的次關 起步的時候 出得很齊 看看誰肯帶頭 快一點 暫時中檔的精彩飛動 搶了懷難先 外檔有視力走上來 外面還有馬走上來 御風超影 勇敢王者 內檔那邊有隻熊麗社 也不慢 在前面的紅衣神州寶區 智寶區 首月第七 之前小優了一排 再跟著馬才看到 熊麗社在前面 內檔那是神州福星 外檔那邊 還有開心日子 也不來 因為雙折棍頂著他 前面還有一隻程翠 包緊尾暫時 是老表省 轉馬防彎的時候 前面 御風超影單騎 帶出來 看控制到了 走得很快 又好像控制 兩個幾碗位之後 有視力 首月第三位 勇敢王者 貼難第四 還有四個精彩飛動 然後神州寶區 紅麗社 智寶區 第七位 過幾碗位之後 神州福星 和程翠 雙折棍 暫時在尾衣 開心日子 中間是神州寶區 智寶區 暫時跟著開心日子 不過前面開心日子 打的 內檔是神州福星 程翠 也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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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雙折棍 走到尾 就糟了 包緊尾還是老表醒 入隊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遇風超影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放得太快了 有視力就先過了 接著上來的馬都是冷門來的精彩飛動 但外當那隻厲害 就是智寶區 排中以前的 中間上來就是紅麗社 還有百多米時候前面的智寶區 雖然綁重點 但已經出頭了 精彩飛動就押著有視力 紅麗社是均速點的 他中第一名結果是智寶區 第二名 這是冷點 精彩飛動 第三名有視力 第四名紅麗社 這個瑪雅真是修身彩 你看他多早起床 剛剛別人過不了他 來 他拍了第三名 他真是修身彩 拍不到佛景 你如果對比一下 史上峰是過了終點 也更多一步 他就不是了 終點前已經起床了 很明顯的 是吧 我以為他拍輸 他最初的 其實看過世 他真的不太像影響 不過剛剛 那條線到才是他 他撿身彩 還有怎麼說呢 這些剛剛來發展的騎士 應該要很hungry才行 這些低級狀況 你不hungry 沒理由 因為你線都未到 那就是你要有那種賣力 那隻馬 既然都已經在前面 你當然是賣力騎到尾 他又不是 那倒是 他可能被人過了 自己有點鬆懈 那怎麼爭取成績 你跑了慣騎士 你當騎士 你未過終點 怎麼可以鬆懈 對 尤其是香港這麼緊湊 香港的賽事 你真是 你在尾衣服 這樣鬆懈了 就不奇怪 你在前面 沒理由鬆懈 你在那時候 一度出了頭 對 總之他撿身彩 拍輸了就麻煩 有時間說 他真的撿身彩了 拍輸了佛 拍輸了佛 現在只是譴責 就是現在 告解他 馬來拿到貴軍 提醒他 一定要力冊助騎到終點 不要損害了坐騎的最終名次 我想譴責也應該要落寵 讓他知道 當然要嚴厲譴責 這次應該要 太明白了 你初來報到 但也不可以 你做騎士 有甚麼所謂的 一定是過終點才可以收工 這個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的規矩 他真是幸運 當然是幸運 我以為他會輸 如果拍輸了 就應該罰很重 說真的 坐著六天 我想 即是太彩名次 第三名 坐著六天 我想 他真的撿身彩 所以 這個叮噹 你真是 再看 看他不像已經贏了 站起來 看他不像已經贏了 這張圖 當然 這張照片未必看得完 要看影片 但剛才看也看到 分斷時間 頭段13秒7 第二段22秒93 第三段13秒71 第四段24秒34 末段24秒08 總時間 1分48秒76 好像以前那些 看幅圖 什麼抓錯處 那些 一場馬很多馬跑錯 雨風超影 這樣跑 其實是不行的 這隻馬一向都急口 你使出風 抓得到放頭 都是內蕩 你十二蕩 你一騎開了出來 一定抓不到 這是必然的事 以為十二蕩會流 他走去放 所以一定是帶快了 一定是回來 散這個必然的結局 勇敢王者 又怎樣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他擺那麼前 他早段是騎 拆騎指示 是 回來問 潘頓說 這是拆騎指示 結果全程的馬 都走勢欠佳 問高東尼 高東尼說 雖然這隻馬 今場的末段衝刺 表現令人失望 但是高東尼說 如果情況許可 他也是有意 比這一匹馬 在日後的賽事之中 居前勁跑 其實他也試過擺前 走勢欠佳 我自己又不是特別喜歡 他擺前 其實上一場 我也覺得他追得失望 1650那一場 他那場都很健康 打開了也追不到第四 可能沒有想他中那麼厲害 不過我想起一樣 可以留意一下 2月24日 那次的法學谷賽事 很利用馬 從中檔或外檔走 蓋上來 勇敢王仔那天 就是外面有點追勢 開心日子也是 其實走二、三點 入直路那些跑得好 那天特別利用外面的馬 其實今晚不是那麼好表現 開心日子當然是五班 是的 好了 我們時間休息一會 回來再談第七場 不說